台北市承德路的巷弄内 有一间餐酒馆开了四年多 邻居苦不堪言 因为不定时 酒客会在门口大声喧哗 四年来住户找遍了各种方法 联名请警察还有环保局来处理 但都不见成效 在今天凌晨又有酒客喧哗 这一回民众又指控说 两度报案警察才姗姗来辞 第一次还忘记带劝导单 尖叫大笑跳到朋友身上玩 凌晨三点半安静了四名小巷弄 餐酒馆门口常常这样闹啊闹 五六四个门 五五四个门 五五五五三前一天 早到三点 凌晨吵闹不是一天两天 餐酒馆开四年 邻居说常常这样半夜被吵醒 甚至得靠吃药入睡 第一隆报警 在我们窗户再等他来 就不知道他 15号又有人凌晨大闹 报警之后警察第一次 没有做任何动作就离开 原来是身上没待劝导单 民众超傻眼再报警一次 才看到警察拿劝导单上门补发 报量文章超崩溃 说打电话给警察都置之不理 事实上警察也只能针对特定事件 依涉违法处置 四年来附近住户试过各种管道求助 也曾经会同环保局等相关单位会刊 店家除了店内劝导 还在门口贴单子要大家小声一点 甚至诅咒太吵的人会整年没人爱 但成效不彰 被吵到崩溃的住户 真的不知道哪天才能耳根子亲近 记者刘思朱松林台北报道